Now you see, now you don't 以前你看到现在没有了 以前这边有大马眼 现在没有了 原因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这又是一项 国政政府失败的计划 之前 人民反对 民主行动党站出来反对 大马眼在滴滴汪涉基隆坡 已经亏了四千多万 以大滴滴汪涉基隆坡的人口这么多 还是亏钱 如果带进马六甲 人民民主行动党都担心会亏钱 不过国政政府 阿里洛斯坦 一一孤行 不吸取人民的意见 不听人民的意见 把大马眼带进马六甲 结果怎么办呢 你看到不到一年 就没有了 政府用人民的钱 四千三百万 四千三百万 见大马眼 失败 现在没有了 这简直是马六甲人的羞耻 大马眼没有了 不过我相信人民还是看了一亲二主 看了一亲主 国政腐败 国政的腐败 今天大马也没有了 我们亏损最少最少四千三百万 这个钱是谁来承担呢 这个亏损是谁来承担呢 肯定是人民在承担 所以我们人民要站起来 我们相信 我们已经看了一亲二主 国政的腐败 第一个 这个不是唯一的腐败计划 有很多很多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各位同伴们请记得 请记得 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 为了我们的前途 我们的孩子 我们子子孙的前途 我们一定要站起来 改朝换代 挽救马来西亚 这又是一项 这一项国政的百项计划 两千三百万 两千三百万计划 你们记得 有制两千三百万吗 这两千六百万 如果政府拿这些钱 来卸助那些穷人 我相信更加有意义 为什么政府 不吸取人民的意见 卸助人民 解决其他的问题 比如水灾问题 遗夫的问题 遗夫的码头的问题 我相信 这会更加有意义 我相信选民们 你们也赞同我 一千五百六十万 和我们丹葵火车 一起建造的云霄飞车 看起来像我们幼儿园 做的毛毛车 毛虫车 坐下去的话 有那种回到幼儿园的感觉 州政府必须要把这个提升 给人感觉到 这个是真正的理由 不是 从大 花钱 好只一千五百六十万的 这个计划呢 好像我们回到幼儿园的那种情景 你好 好热的天气啊 我们在这里等了多么久啊 还没有看到丹葵火车 究竟这个丹葵火车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的钱也不懂跑到哪里去了 刚才我们的GardBachi说啊 有踏克他才会来 没有踏克都不来 所以今天我是不是要等一整天啊 这一趟呢 这一趟的Monorio只载了一个踏克 那么就是啊 这一趟呢 它完全是啊 没有没有其他的那个 踏克 所以啊 时间一到 它就要走了 那么如果是空档的时候就没有走 这个丹葵火车是我们一个先进州的象征 只不过是在马列甲操作的时候呢 并没有得到很大的这个支持 那么只有外州啊 的游客来到 才要看这个河景的时候才称他 平时的时候是没有没有踏克的 啊 今天呢 我们现在在Monorio 国的Melaka 现在 国家的国的Melaka 这一项 剧 constitution 国家的Melaka 由来来 使用美严领向 中国的 这是凌 Как射 是一个拆可 是一个 格别人 美丽领过 德逊 现在我们在碧森林 我们已准备已为 这一套甚至士是 所以我们宣布 今天我们的 这一套练广 这一套练权向 这一套练 Development 20个月 本某 当时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海盗公园,你们看到吗?有一个马六甲眼 我们曾经有大马眼,大马眼无端端的不见了 可是还好我们的马六甲眼还存在 你知道吗?他们花了多少钱在建这个马六甲眼吗? 330万,330万建了一个马六甲眼 可是往往他们所建的这个工程都不知道怎样的去打理 所以他就委证了一家私人公司打理这个马六甲眼 以七三来分,所谓的7% 70%是所谓的私家,这个私人公司 30%是由州政府拿30% 如果我们计算这些30万 如果从银行借出来 我相信30%所政府所赚到的不够 还这个利息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工程 还不要紧今天我们所看的 没有人也没有看到游客的到来 以我们所知,从2007年的开始操作 2009年已经面对亏损 一直到今天 我们担心这个将是一个摆上计划 这是马六甲的水车 我们的首席部长AeroStump 曾经到丽江去 中国丽江去逛逛的时候 看到水车 当他回来马六甲的时候心血来潮 他的心血来潮就建立在马六甲建水车 当时还送一些官员去到西利亚去观察水车 那也知道未来的建一个水车 2007年建一个开始建水车 2008年开始 建了一个不能操作的水车 只能拍相不能操作 花了我们人民的钱大概接近了200万 接近了200万 他曾经在周一位里面说 我们的水车将会维修 之后将会以两个小时转动 一个小时休息 可是从他所说到今天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水车正在操作 这是真的是 200万只能拍照 不能转动 这是所谓的 我们的200万就丢在这个河边里 各位同胞们 大概大家了解到 这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就这样的 花在这种没有用处的 这个河边里浪费了我们人民的钱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一个大马矿场 马来文就叫做 Dataran Sabu Malaysia 来 请大家看看一下这个医治 来看看一下这个医治 这个医治花了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322千 你说值得不值得啊 要看看一下他里面的材料吗 来吧 我们来看看一下里面的材料是用什么做的 来看看里面的材料 这个材料 这个台已经生锈了 台的板也不见了 看看里面 那我们进去看看一下 这是 都是铁枝做成的 都是铁枝做成的 看看一下这个 这个都是防布 用防布做了 防布做了 还有 还有铁板 用铁板做了 花了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322千 32万2千块 哇 听说 有位承包商 有位铁厂说 如果给他100千 他可以做了 他就可以建起这个这个 这个 看来 320千的话 可以不只建建做一架一只一座吧的 可以建成最少三个 砂布马来西亚 可能可以砂布 砂布马来西亚 这个球场 今天我们看球场在那儿呢 我只看到有 三个 足球的龙门 还有一个龙门已经坏了 差不多是属于三个半 我们想问一下 首席部长 这个是叫什么球场 如果是球场的话 麻烦他来这里替足球 哦 还有当时 开幕这个 这个 这个矿场的时候 哦 我们周中部花了 600千 在这里大大的庆祝 哦 花了600千来请测 所以会将会有 五千 五十千个人出席 其实 才出席的 不到五十五十千个人 听说在周一位 他还增加了多一千 说五十一千人出席 真是一个笑话 哦 各位同胞 你们知道在我后面这架 是什么东西吗 这不是一堆烂铁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 马六甲刚刚引进的 这个潜水艇博物院 当我看到这个潜水艇的时候 给我印象想象到 阿丹都亚 是不是 各位同胞 你们说是不是 你们看到前举行 一定会想到 阿丹都亚对不对 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这样大块的东西 是一块烂铁 这架潜水艇 是重达一千三百公吨 是由法国印来马六甲的 当中的运输费 高达三百七十万 而且整个建造过程 将刚达八百九十万 总值一十二一千两百六十万 这架潜水艇 也就是阿古斯塔七十 我们就等待我们的首相 马吉来开幕 希望他会尽快的来到这里开幕 因为我们要看到 如果有机会进到里面 是否 会看到阿丹都亚吗 大家所期待的这一天 在马六甲 你们可看到在陆地上的船 看到有没有 在这个巴拿利一带 我们看到有两两船子在陆地上 今天我们马六甲又创造奇迹了 有一架潜水艇在陆地上出现了 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的潜水艇是没有办法沉下去海底里 所以现在又赤照了一个奇迹 一个历史 潜水艇在陆地上 请大家来观看吧